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人物呢 相信荧幕前的中国观众朋友们 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 就是中国脱口秀演员池子 他跟我一样在北美回不去中国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近日在北美开的巡演 在这个巡演当中呢 讲到的一些议题在中国来讲是不能讲的 就是政治领域的一些东西 那虽然然说现场是非常的严密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考虑到这个东西的话 当天的活动啊 很多粉丝啊 就是现场的那个规则是 即入场的话都要上交电子设备 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把你的手机 放到个密封的袋子里面保管起来 以前所未有毫无顾忌的火力全开的原因 那就是所有人的手机甚至手表都上了锁 但是最终还是流出来了一些音讯 当然有些比较这个不是忠实的粉丝嘛 可能就比较这个居心否测啊 就把这个现场的录音放出去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口口相传 就把他这个现场讲的内容流传出去了 包括讲到了一些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比较敏感的 像是新疆议题 像是一些人权的议题 疫情啊等等这些东西 您知道说这些段子可能回不来 脱口秀演员池子为了讨好北米观众 还是硬要口无遮拦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 现在池子和黄西的脱口秀刚刚结束啊 如果说上周的效果李旦他们 只是有部分可能国内电下不方便讲 今天池子这边讲了四五十分钟 可能除了一两个段子国内能讲 其他的都没有一个能讲 而且都是非常劲爆 都是我们听了都不太敢听 给大家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一开始池子讲 然后后面是黄西讲 后面有个嘉宾是就是那个角角 独角兽的角角 本来他们是安排了角角 跟大家再来脱口秀再来一段的 但是呢角角就听了池子讲的 以后角角上台以后就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直接就说为了保住自己的抖音账号 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 所以就角角就跟我们简单打了个招呼 连最后合影啊 就合影角角都直接跑掉了 最后只有黄西和池子在合影 大家都支持角角的那个抖音啊 不容易 那很快呢中国那方面就有了一些反应 像是各大媒体啊就屏蔽了 他在北美的这次活动 那相关的东西都搜索不到了 包括小红书啊前一天还能看到的 今天就全部看不到了 那有很多真爱他的粉丝啊 这些真爱粉就劝他不要回来了 因为这个确实很危险 当然也有些傻逼粉啊 就是那些什么国家面前无偶像啊 这种粉丝啊就说脱粉了 原来他是个入华分子 啊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骂他 现在都骂他入华 我也不知道入了哪门子华 他自己就是个华人啊 他也没有去美国骂中国 也没有骂中国美食 也没有骂中国文化 呀台湾也没骂 中华民国也没骂 他入哪门子华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啊 过去我们都知道你在国外 你哪怕在中国 你只要批评政策或者是政府 或者是共产党 你都是叫入华 那目前有很多好心的人都劝他不要回去了 像是过去有类似的事情 那他回去可能就不只是封杀这么简单了 首先肯定是要封杀的 那如果确定你这个很严重的话 那相关的部门肯定要对你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查 那你之后这个人身自由啊就被限制了 所以说很多的真爱他的粉丝 包括一些热心的人士就劝他不要去中国了啊 不要回去中国了 很危险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对那我今天讲到这个相信如果看到的话 他的粉丝或者是他本人 如果啊幸运可以看到的话 就建议你能留下来的话 就先留下来未来再考虑 可以先找找人脉关系 如果你像是这些公众人物啊 肯定多少会有些人脉关系的吗 可以给自己算一算啊 这个回去的风险有多大 要不要被关啊 要关的话关多久 所以说这些都要考虑的 那像是在中国的网络上 对于他现在已经相关部门肯定是盯上了 所以中国的网络上 关于他的这些活动啊 全部都收不到 那不是说一直收不收不到的 之前在小红书上都有发 都能收得到啊 一夜之间啊全都没了啊 就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可能也注意到他这一次所谓的入华的行动了吧 那他回国之后啊 就是可能在机场啊 可能是入境了之后啊 家乡的警察啊 可能就要上去找他了 那不仅是封杀这么简单了 所以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回去了 因为这个确实很危险 那像是在中国的网络上 我们看些网友对此有什么评论 那支持他的声音非常的少 大部分都是批评他这一次的行为啊 认为他是入华 其中有网友说啊 持子去国外骂中国政府 一个中国人干着入华的事 要不要点脸 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他哪里入华了 你前面也知道他在骂着中国政府 然后你后面又补一句说 他在干着入华的事 他哪里入华了 而中国政府 而共产党就是华吗 什么逻辑啊 可能也有人评论他说 这不算是入华 那他就在评论区又反驳了 他说评论区有人说 那不是入华 别洗了 骂中国政府 不等于入华等于什么 多读点书吧 中国是一党领导下的 全过程民主国家 只有一个党 你骂共产党 不就等于骂中国吗 逻辑思维都被美国带跑偏了吗 九年义务教育白读了吗 把钱还给国家吧 他说这个九年义务教育 就是中国一直在内宣的 说中国读书啊 都是国家给你减免了很多 如果在国外呢 都是肯定很贵的 但是其实真的要比的话 国外的学费 还是真的没有这么贵 还是什么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 全还给国家 拜托 我们这些学费都是自己爸妈心骨脚的 还给国家 你带点脑子 还说别人没有逻辑 你这是什么狗逸逻辑啊 当然你这里也侧面证明了说 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嘛 对吧 你说骂共产党不就等于骂中国吗 中国只有一个党 骂共产党就等于骂中国 这你不又侧面的证明了 中国就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吗 那既然是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 你在这里怎么又扯成什么民主国家了 哎 你这个中国的逻辑 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还什么全过程民主 当然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 好好的中国文化不发扬 跑去美国 还有一个劲的酸GCD 干 那怎么又冒出一些英文呢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 共产党啊 就是跑去国外 还有一个劲的酸共产党 来说一说GCD哪一点不好了 我是首先觉得你很可怜的 一个中国人 中文都说不好 一些东西还用英文去代替 你这共产党 你还用GCD去代替 你到底说有没有言论自由啊 还问别人说 来说一说共产党哪一点不好了 真的要反驳的话 我相信还真的反驳不了 不是说我们没有理由反驳 为什么说反驳不了 是我们一反驳 这个号就没了 账号就被炸了 账号就被封禁了 所以你在国内就没有办法看到骂政府的 因为不是说没人骂 你要不轻一点 可能账号就没了 骂的严重一点 可能家人就被找了 你就被关进橘子里了 所以你在这边问这些屁话有什么用 共产党哪一点不好了 那怎么评论呢 对吧 你这是在微博平台 你让我告诉你 中国共产党哪一点不好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评论的 无法反驳啊 你赢了 另外共产党到底好不好 我相信大家一幕前 知道的都知道了 不知道的都在墙内 吃着地沟油 缩着螺蛳粉了 还有网友说 旗子在美国的巡演 小红说昨天还有 刚刚去看 真的没有了 有谁知道 他到底说了啥 好想知道 黑中国啥了 有这么大的魔力 我刚刚发QQ空间给我和谐了 也就是删除的意思 我来个去知道的给我私信下 我看还是不要私信了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旦对方私信你的话 对方的账号就不保了 对方的账号就被封禁了 只要是你想知道的话 那个东西肯定是你不能知道的 所以说别人也没办法告诉你 不然的话 池子为什么要被封杀呢 对不对 这家伙去年我就感觉他阴阳怪气了 首先政府防疫都是为了全民健康 池子作为公众人物 还在那边偷偷的酸 你要骂政府就直接骂啊 干嘛偷偷骂 因为很简单的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你只能偷偷的骂 你公开的骂 你的账号就没了 如果是公众人物 他的市场就没了 这个你不就侧面的证明了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吗 这些小粉红真的要不会吃 而且就算你偷偷的骂 一旦被我党发现 你就跟我党面对面 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哇靠 你这说的真的好有底气 在中国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好 但是政府是唯一底线 我干 你这句话不是很矛盾吗 你前面说 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然后又说 但中国政府是唯一底线 就是觉得这些小粉红啊 在我党的这个暖心的关怀教育之下 都成了他妈傻逼了 我操 哦对 我现在讲的话呢 就是带一点中国的口音啊 因为我过去 我只要讲的太他妈的 就是很道地啊 大家都觉得 我讲的是台湾国语 这些中国的网友就觉得 哇 一个台湾人就反串中国 干你撵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 有在误会台湾人 有些傻逼的小粉红就会觉得台湾人怎么这么坏啊 在反串抹黑我们中国 所以呢 我就后面有考虑说 就是不要太讲太多的台湾话 讲一讲太多台湾话 这些逻辑思维的这个简单的小粉生物啊 就看不懂了 就觉得我他妈是个台湾人了 跟傻逼似的 所以我现在讲话呢 就有带点中国靠北的 啊不是靠边啊 是中国靠北的方言啊 北方的方言比较多一点 当然后续如果想听其他地方的方言啊 我也可以换 大家想听哪里的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 那我们继续看他说的 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但是政府是唯一底线 没有G3D 哪有中国啊 这里又是用英文代替 不过他是大写的 G3D G3D 你就不能讲中文吗 共产党都不敢讲 而且我看你这一连串下来 都是在这个赞美中国共产党 你没有骂共产党 你一昧的在歌颂共产党 但是你连共产党的名字都不敢提 还他妈好意思说 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憨人思维啊 没有G3D 哪有中国 就是说 没有共产党 哪有中国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了 从小学到大的道理 哎 你这不又证明了 中国的洗脑教育 是从小持续到大的 感谢 从小学到大的道理 怎么一去美国 就巴结美国人了 说美国人喜欢听的 美国就喜欢听这种造谣的 拜托 美国人真的没有时间 没有这个闲工 我关心你们中国人 怎么去反共产党 也没有时间去关心 你们小鹏 怎么去舔共产党 人家更没有时间 关心你们小鹏 这个怎么 这个吃地狗油 缩着卤士粉 人家一切都不在乎 人家天天忙着骂自己的政府 你们小鹏 你看了就是傻逼了 对 人家美国人天天骂美国政府 你能说美国人在入美吗 也没有啊 这是很简单的思维 台湾人也天天骂民进党 台湾人也天天骂国民党 这就是民主社会跟野蛮社会的不同 知道吗 你们这帮傻逼来 比较暖心的时候 有些小鹏经常来留言 来骂我 但我觉得一个暖心的画面 就是我天天在频道里骂的 你们这帮傻逼啊 天天还有按时到点了 开启订阅小铃铛 一看陈老师来了啊 又跑进来 屁颠屁颠的开始骂我 你们不还是要来看我的视频吗 给我增加订阅率 既然那么不喜欢看的话 就直接给我封锁了 我不喜欢那个东西 我就不会去看 我不会恶心自己 不像你们小鹏就恶心自己 这真的有点变态了耶 还有一个像是比较关心 他的粉丝留言说 完了 我个人很欣赏 辞职的敢说敢言 完了完了 我刚刚问了公安局的朋友 这种事以前也有发生类似的 回来不仅是封杀的问题了 人身安全都不确定 除非他在中央上面有关系 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胆 这完全是把前程给毁了 国内市场肯定要封杀了 刚搜了一下完全搜不到 应该已经被有关部门知道了 现在只能搜到他在美国入华之类的骂声 其他搜索都被屏蔽了 我是他的粉丝 希望他不要出事 能留在M国就留在美国 如果当事人池子 如果你在北美 当然你可以自由的看YouTube 如果滑到这个影片 当然你可能搜自己的名字 我这个标题上关于你的事件 肯定也会写上你的名字 你如果幸运搜索到的话 我就劝你 就真的不要回去了 在这边发展更适合你 尤其是你的职业 而且你这个信念我非常欣赏 他就是一个很敢说敢言的人 当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看到他完全的施展开 我相信你在北美的市场 我相信你发展的会更好 坚持下来 我相信你一定会比在国内发展的会更好 所以也希望池子能够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之后再来北加州有巡演 或者是什么活动的话 那我一定会前去大力的支持你 因为很简单 我非常欣赏你这份敢说敢言的勇气 加油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州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